八个月大的宝宝大多可以坐稳 学习爬行 但是霹雳和风一名女婴却只能天天躺着 连翻身都不行 因为她患有先天性 脑积水 头部长得比西瓜还要大 无奈家庭经济非常吃紧 女婴家人想带她到首都接受治疗的能力都没有 只好求助公众 希望大家能够伸出援手 救救他们可怜的孩子 八个月大的诺胡麦拉从出生的那一刻 就无法像普通小孩那样健康快乐长大 她患有先天性脑积水 头部因此胀得非常大 根本无法自行翻身 连抬头都不行 更别说要坐立或爬行了 23岁的母亲诺阿兹巴是一名工厂员工 每月收入只有1000令吉 负担不起买车的费用 也没有能力远赴首都寻求治疗 每次只能依靠电照车 从和风住家带孩子到医保医院 一趟来回的车费就要60令吉 但是最让她痛心的是 医保专科医生说 孩子的手术风险高 他们无能为力 除了车费 宝宝的医药费 奶粉钱 纸尿片等等 一个月至少要花费800令吉 年近50岁的外婆一手扛起照顾小孙女的重担 另外还要照顾一名身脏的孩子 无法外出工作 诺阿兹巴和同为工厂员工的19岁妹妹 两人月薪合计2000令吉 要承担全家的开销 还要负担宝宝的医药费等等 只能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 心力交瘁的诺阿兹巴 希望有足够的费用 带女儿到首都另寻医生治疗 好让女儿健康长大 有医捐款的善心人士 可以把善款汇到以上的银行户头 协助小宝宝渡过难关